北大才女采访上野千赫子遭降维打击 女性主义碰撞结婚生子爆发舆论争吵 网友瑞平爱因斯坦给三只猴子开会 近日一段三位国内女学霸 对日本作家上野千赫子的采访突然爆火 但这场本该是高等学府才子与国外知名学者间的思维碰撞 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拎上百万网友都直呼丢脸的降维打击 三名毕业于北大的博主身穿睡衣盘腿坐在沙发上 围绕女性主义的话题和上野千赫子开始辩论 全程姿势散漫用手指指点点 和对面75岁却穿着得体姿态优雅的老人形成明显对比 开口第一个问题就是询问上野千赫子至今不结婚 是不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或者有情感创伤 随后又表示三人中除了右边人生丁克 两人全部都已经结婚生子 面对开场就这么尖锐的问题 上野千赫子则淡定表示母亲婚姻的不幸福 令他年轻时就摒弃了结婚的想法 即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也没能动脑 可这句话却令北大财女有些差异 他认为父母关系不好是个人原因没能力经营婚姻 但自己一定有能力在结婚生子后保持幸福 如果到了30岁还没能成家 意味着回到老家会面对众人指指点点 压力大到北大毕业的自己都承受不了 而面对这么普遍又令人无奈的常规化情况 上野千赫子的一番话却突然令网友醍醐灌定 因为采访日本作家北大财女惨遭全网群潮 许多网友直呼原来学历对他们来说只是最好的嫁妆 只因这位已婚财女问女性主义作家上野千赫子的问题 实在是浅薄到如同未开支的山顶动人 爸妈的婚姻非常的不幸 但他们没有离婚 我把它归结为我母亲和我父亲个人的原因 而上野千赫子则表示婚姻不幸却不能离婚 才是最大的不幸 随后这位财女又自述起了结婚后自己的生活有多幸福 即便已经说好了婚前不要孩子 但还是被老公感化到迫不及待想做母亲 可对他来说人生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却遭到了部分女性主义的抨击 因此他开始询问上野千赫子如何看待女性主义存在比试炼 而这位老人则是坚定表示女性主义并非特指个体 他们可以是职场单身女性 可以是踏入婚姻的家庭主妇 也可以是孩子的母亲 真正的解放并非是像教科书那样遵从教条 而是追求自由的思想 只要自由自在地活着怎么样都可以 而上野千赫子从头到尾的回答 都可以总结成女性主义代表的是遵从内心想法 不要被外界压力所束缚 而网友们抨击三位北大才女的点 也在于一场女性主义的访谈全程围绕恋爱与婚姻 明明已经拥有普通人望而却步的资源与学历 还会因为进步在亲戚朋友的闲言碎语而选择结婚 全程用一种婚姻代表着幸福的想法 把不婚者当成一类高高在上的审视 这种不对等的谈话也注定了会出现降维打击的情况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留言讨论